白百合如何从票房女王变成无戏可拍的 1990年 白百合出生在青岛 当时她的名字叫白雪 从小能歌善舞 在学校里也是文艺古代 12岁那年 在妈妈的鼓励下 报考了北京舞蹈学院 当时从这个学校出去的还有张子怡 姚晨 景田等诸多明星 也许是她直爽的性格 白百合在学校也没有给老师留下很好的印象 在一次采访中 老师们甚至不愿提起她 而在采访张子怡的时候 老师们却热情招待 上下配合 由此可见 白百合在学校表现不是很好 后来在采访时 她也不愿提起这件事 这个事我也不想再回答了 因为我不知道谁把这事挖出来了 它也不是我主要的那个从艺方向 那只是一个很简短的经历 到底经历了什么 网上也有很多种说法 尽管如此 也抵挡不住运气的到来 2000年 张艺谋正在为幸福时光寻找女一号 于是到北京舞蹈学院挑选演员 碰巧在表演的白百合 被张艺谋一眼看中 这样难得的机会 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梦想 不过在短暂的沟通后 白百合不但没有同意 反而直接拒绝 这让当时的张艺谋感到非常的惊讶 白百合回家后 便把这件事情告诉妈妈 妈妈觉得这是天大的好机会 便决定让她去试试 随时在面试的过程中 张艺谋让她饰演一段乖乖女的角色 但是她面对搭档的责骂 不但没有顺从 竟然拍桌子和她对骂了起来 根本没有按照剧情去演 就这样被落选了 但是张艺谋却对她耿直的性格深深吸引 便推荐她去报考中戏 不得不说 张老的眼光看人真准 白百合随后便开始了她的开挂人生 2002年 受到张艺谋的指点 白百合报考了中戏 便和文章成为了同班同学 入学后 面对激烈的竞争 她深知没有强大的背景 再不加倍努力 想出头无意识吃人说梦 不过好运永远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那一年 张艺谋要拍一组广告 一直没有合适的人选 便来到了中戏挑选演员 碰巧21岁的白百合 在回宿舍的路上 让张艺谋一眼看中 那时的她已经退去了当年的青涩 面对张艺谋的邀请 她欣然答应了 拍摄过程中 即使让她抱着一个陌生的男人 她也能够保持灿烂的微笑 这让在场的张艺谋满心欢喜 后来张艺谋跟她说 以后只接女一号 女二号的角色 直接拒绝 简历上写上 和张艺谋合作过就可以了 同样的话 张艺谋也曾跟张子怡说过 后来有了张艺谋的影响 慢慢开始了她的宏图大业 2006年 白百合被夜惊选中 参演电视剧与青春有关的日子 这是她第一次参演电视剧 在剧中她遇到了陈宇凡 那时的陈宇凡 已经火遍大江南北 并且还是京圈的少爷 俗话说大树底下好成梁 于是白百合便开始猛烈追求 每天都是嘘寒问暖 在长期的追求下 陈宇凡终于沦陷了 当时陈宇凡已经有相爱六年的女友 百合 面对这样艰难的抉择 只因为白百合一句话 陈宇凡决定和白百合在一起 后来一次采访中 陈宇凡说 陈涛 不告诉你 我要跟你在一起 不是为了你 是为了我 当时我很差 我说 我是为了 他说因为我跟你在一起 我能够感觉到一种幸福 能够感觉到一种 很安全的感觉 很快乐 于是陈宇凡抛弃了当时的女友 当时他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白百合为了安慰陈宇凡 之后便把名字改为白百合 后来陈宇凡带白百合见父母的时候 却遭到了极大的反对 后来也是宁不过陈宇凡 在白百合大学毕业后 两人便走入了婚姻 吃下定心丸的白百合 便凭借陈宇凡的名气 正式踏进了他期待已久的京圈 这也给他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 当红的白百合 是如何把一手好牌打得稀碎 2009年 白百合凭借《我的青春谁做主》 认识了他人生中的一位贵人 这个人就是第一经纪人 王金花 后来白百合通过王金花的人脉 出演了《失恋33天》 刚上映4天 票房破亦 白百合凭借剧中黄小仙的角色 拿下最佳女主角等多个奖项 短短4年内便在国内迅速走红 一度被评为女演员中的佼佼者 而就在白百合大红的时候 却被爆出丑闻 2017年 第一狗仔卓伟 爆出白百合在国外和小鲜肉约会 俗话说好事不出门 坏事传千里 随后便引起轩然大波 而当时还没有公开离婚的情况下 被传出这样的绯闻 无疑是对她的事业有着很大的影响 后来陈宇婉也公开 二人早在2015年就已经离婚 为了保护孩子 所以一直没有公开 随后这件事才慢慢停息 虽然事情已经过去多年 但是对白百合的口碑也受到了巨大的影响 很多代言都纷纷解约 回顾以前的风光 现在的她变得有些憔悴 抛开一切绯闻不说 她的演技也是令人佩服的 每一部戏都能把角色很好的呈现 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近几年 白百合也很少抛头露面 也有很多粉丝希望她能再度翻红 期待她更好的作品